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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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重复率 我们今天要更扩大范围 我们要从好几卷书来找重复率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有各样的练习 我相信大家的心窍已经慢慢习练了更加的通达 那么我们现在的范围更广 但是我相信我们只要很耐心的来学习 我们一定能够很好地来掌握这个重复率 好几卷书 我们也可以从当中看到一些重复率 请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 撒末尔记上二十三章第二节 撒末尔记上二十三章第二节 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去攻打那些非力士人 可以不可以 耶和华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攻打非力士人 拯救基伊拉 我们再来看二十三章第二节 大卫又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回答说 你起身下基伊拉去 我必将非力士人交在你手里 我们再来看二十三章十到十一节 二十三章十到十一节 大卫祷告说 耶和华与瑟列的神 你仆人听真的扫罗要往基伊拉来 为我的缘故灭成 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 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 下来不下来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求你指示仆人 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 弟兄弟们 我们先从这三处 同样在二十三章 三母纪二十三章 这三处经文 我相信你已经可以很明显 看到一个重复率 那就是大卫是一个 凡事求问上帝的人 这个是很明显的 你看到在记载大卫的生平的时候 作者特别凸显一件事情 就是大卫是一个凡事求问耶和华的人 我们再看一次 撒末尔记上二十三章第二节 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 我们再看第四节 大卫又求问耶和华 我们再看十到十一节 大卫祷告说 这个祷告其实也是一个求问的祷告 所以你看这一章里面的 这三处重复 你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大卫是一个凡事求问上帝的人 而我们来看一下 撒末尔记上跟撒末尔记下 这样的重复不断地提到 我们继续往下看 请我们翻到撒末尔记下第二章第一节 撒末尔记下第二章第一节 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 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 耶和华说可以 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 耶和华说上西伯伦去 我们再次看到圣经的作者 他刻意有意地把这件事情凸显出来 就是大卫是一个凡事求问上帝的人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看到后面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撒末尔记上三十章 我们再回去撒末尔记上 三十章第八节 撒末尔记上三十章第八节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追赶敌军 追得上追不上呢 耶和华说你可以追 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 我们看见大卫也是一样 就是求问上帝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 大卫是一个凡事求问上帝的人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我们再看撒末尔记下五章十九节 撒末尔记下五章十九节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 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 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再次提到大卫求问耶和华 我们再看撒末尔记下五章二十三节 大卫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说 不要一直地上去 要转到他们后头 从丧林对面攻打他们 很多 你会看到撒末尔记上撒末尔记下 这两卷书 作者刻意凸显一件事情 就是大卫是一个凡事求问上帝的人 而这件事情也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 这个上帝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 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 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做什么呢 这里面提到除了瞻仰他的龙眉 就是在他的殿里求问 所以弟兄姊妹 大卫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 大卫很敬畏上帝 大卫也很知道 不能倚靠自己的聪明才干 大卫知道自己是软弱的 很容易偏行其路 所以大卫也知道 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一生合神心意 还有大卫他的一生能够很蒙福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凡事求问上帝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你是一个凡事求问上帝的人吗 我真的发现在我的侍奉当中 我凡事求问上帝 上帝一定会回答我 一定会跟我说话 圣经说你或向左或向右 一定会有声音告诉你 这是正路当行在其中 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 很容易胆怯的人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只要我清楚上帝要我去做的事情 我就会很勇敢地走下去 所以我一直很喜欢 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四节 软弱变刚强 征战显出勇敢 信心可以让我们软弱的人变为刚强 那么我们在征战的时候 能够显出勇敢 那么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呢 信心就是从上帝对你说话来的 所以在我一生侍奉的经历里面 我知道我是一个蛮软弱的人 很容易胆怯 不敢冒险 但是当我求问神 我知道是神要我去做的时候 我真的就会经历到软弱变刚强 征战可以显出勇敢 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都能够从大卫身上来学习 我们要成为一个凡事求问上帝的人 大小事都来求问他 我相信圣经里面说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好 这个是从好几卷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复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 提到祷告的时候 常常会跟两个词连在一起 这个是在你不只是一卷书 在好几卷书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是什么呢 请我们翻开 马太福音26章41节 马太福音26章41节 总要谨醒祷告 免得路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请我们再看 以福所书6章18节 以福所书6章18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谨选不见 为众圣徒祈求 我们再看彼得前书4章7节 彼得前书4章7节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行祷告 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现在慢慢更扩大 就是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虽然他跨了好几卷书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重复当中 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亮光 那么弟兄姊妹你应该已经注意到 我们刚读了马太福音 以福所书跟彼得前书 这几处经文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讲祷告的时候 同时都提到哪一件事情呢 我相信你已经找到了 就是警醒 马太福音26章41节说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以福所书6章18节说 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然后呢 要在此什么 警醒不倦 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说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什么 谨慎自首 怎么样 警醒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观察 我们观察重复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圣经里面 提到祷告的时候 常常跟警醒连在一起 那么我们观察以后 我们就试着来解释它 为什么 圣经提到祷告的时候 就提到警醒呢 那么可见 祷告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事情 祷告是魔鬼要夺走的一件事情 魔鬼不喜欢基督徒祷告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有小偷 这个强盗到你家里去 那么你正在家里睡觉 他要抢你家里的东西呢 那他会怎么对付你呢 他可能不要把你杀掉 但是他又怕你尖叫 怎么办呢 所以他一定会塞住你的嘴巴 今天魔鬼也是做这个工作 魔鬼呢 什么事情都不怕 他对基督徒什么事情都不怕 他就怕你祷告 当你一祷告 神就要为你工作的时候 那么魔鬼就失败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看到 圣经里面提到祷告 就提到这个警醒 所以我们很需要 常常去持守祷告的生活 常常持守祷告的生活 这是第一个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 圣经里面 常常提到祷告的时候 除了提到警醒之外呢 常常祷告跟另外一件事情 会连在一起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范围更大了 从新约一直到旧约 都是如此 我们先看新约的部分 请我们看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 耶稣设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我们再来读 《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我们再看 《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弟兄姊妹 我们先看这三处经文 你已经可以发现 在这三处经文里面 祷告跟什么事情连在一起呢 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 就是跟恒心很有关系 祷告除了跟警醒连在一起之外 圣经里面祷告最常 跟什么连在一起 就是告诉你 祷告要有恒心 要恒切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设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怎么样 不可灰心 不可灰心 我们再看 《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 我们刚读的 这里面提到说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的 怎么样 恒切祷告 我们再看 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什么 要恒切 所以你看了三处经文 你就已经看见 祷告常常 圣经里面提到祷告 常常跟恒切 是连在一起的 好我们继续再把 其他的经文读完 以福所书第六章十八节 以福所书 第六章十八节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 祷告祈求 好下一句说什么呢 并要在此 警醒 警醒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 祷告跟警醒连在一起 那接下来说什么呢 并要在此警醒什么 不倦 祷告很容易灰心 祷告我们很容易就 这个手就会很软 那个祷告的手 很容易就会这个酸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要警醒不倦 好我们再看看 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 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 你们要恒切祷告 在此 警醒感恩 好我们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 恒切这个词 有出现了 好我们再看 贴撒罗尼加 前书五章 十六节到十八节 贴撒罗尼加 前书五章 十六到十八节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先 读到这里就可以了 你看看这里又提到了 常常喜乐 然后呢 不住的祷告 所以你看到祷告跟恒切 跟不住 这个词常常连在一起 好这个是 新约的部分 我们现在来看 旧约的部分 旧约的部分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 六到七节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 六到七节 耶路撒冷 我在你城上 设立所望的 他们昼夜 必不静默 呼吁约尔华的 你们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他歇息 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 使耶路撒冷在地上 成为可赞美的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 这里所谓的设立所望的 就是指呼吁约尔华 就是祷告 那么这里特别提到 祷告的时候提到什么呢 就说你们不要什么 歇息 不要歇息 当我们不歇息 神就不歇息 然后只等到 他建立耶路撒冷 建立神的教会 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这节经文 让我们看见 祷告跟教会 复兴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里就劝勉我们 祷告要不歇息的祷告 我们最后再来看 启示录第八章四到五节 启示录第八章四到五节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这里面提到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一同伸到神面前 天使拿着香炉 盛满了坛上的火 盗在地上 谁有雷轰 大声 闪电 地震 这里面提到那个 坛上的火要累积的 要盛满了 才有办法 盗在地上 跟着众圣徒的祈祷 那么盗在地上的时候 就能够雷轰 大声 闪电 跟地震 这个地方也同样让我们看见 我们艺人的祈祷 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弟兄姊妹 这里让我们看见 祷告除了跟警醒连在一起 另外一个词很重要 就是跟恒切要连在一起 为什么上帝 讲到祷告的时候 就提到要恒切呢 那么因为 有很多时候 我们所祷告的事情 不可能是立刻就成就 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表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 真的像耶稣所鼓励我们的 常常祷告不要灰心 常常祷告不要灰心 恒切地祷告 只要我们继续不断地祷告 有一天我们会看到 上帝成就 祂的工作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里面 有这样的经验 有很多事情 我们巴不得 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 今天祷告明天就成就了 但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祷告需要横切 继续不断地祷告 直到 就像我们刚刚读的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里面讲的 不要歇息 直到他建立 他自己的伟大的工作 我分享我的家人得救 我自己是我们家里 第一个得救的 我在大学的时候信耶稣 那么当我信耶稣以后 我就很迫切 很渴望看到我的家人 能够得救 那么我第一个最想传福音的 对象是谁呢 我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 我叫王天佑 他叫做王天左 那我们两个人是双胞胎 我们两个人超五分钟 这个出生 所以我 当然我从小就跟他感情很好 我们都知道双胞胎有心电感应 所以我信了主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给他 我的双胞胎的哥哥是非常聪明的人 他大学是师大附中直接保送 这个师范大学的 所以我跟他怎么传福音 他都不接受 后来呢 我们当完兵 我就去读神学院 那么我在神学院期间呢 我就跟我的妻子呢 我们每一个礼拜三早上 我们就分别时间 来为我们的家人的得救来祷告 祷告祷告祷告 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 没有看到果效 每次我遇到我的双胞胎的哥哥的时候 每次跟他传福音 他照样嘲笑我 就是对我的信仰 很多的这个嘲笑 但是呢 兄姐妹我在说 我们的祷告不要灰心 等到成满了的时候 就会有果效 所以我就继续祷告继续祷告 怎么祷告呢 因为我跟他见面的时间不多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就祷告 因为他那个时候在板桥的重庆国中 当英语老师 所以我就祷告说 主啊 求你兴起在他的这个学校里面 有基督徒的老师 能够传福音给他 或者邀请他去教会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祷告 所以我祷告祷告 不是立刻成就 过了一段时间 很感恩 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 我的哥哥遇到我就说 感谢主 我说你又来了 你又在嘲笑我 他说不是 我真的信主了 我听得很兴奋了 我说你怎么信主了呢 他就说他们学校里面 真的就是有一个老师 这个邀请他去一个教会 参加他们的这个木道班 那么他就去参加了 他说他第一天去呢 那个木道班的老师讲的 第一天他就很被吸引 那么他就慢慢地就信主了 也受洗了 我就听得很感动 我真的觉得神成就这个祷告 而且我告诉你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变为可能 有几个不可能 第一个 他从板桥到那个教会 要坐很久的车 要换两班车 我的这个双胞胎的哥哥 他有一个绰号 就是叫做台语叫做 就是他他很懒惰 他他他有一个眼睛 医生说身不可测 因为他常常躺着读书 所以他怎么会愿意坐两班车 去参加木道班 这个是第一个神迹 第二个神迹呢 后来我有机会认识那个 介绍他去 邀请他去参加木道班的 那个姐妹 他们学校的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是一个 非常内向的人 非常非常内向的人 他后来告诉我说 他拿那个木道班的邀请单 给我的那个天佐哥的时候 是手一边在发抖的 这样的人 竟然上帝也能够使用他 还有呢 这是第二个神迹 第三个神迹 我的哥哥说 他到了那个教会的木道班 那么那个老师讲的 第一天讲的 就让他深深的被吸引 后来我也认识了 那个木道班的老师 这个木道班的老师 他是一个香港僑生 国语都讲不大清楚的 但是我的哥哥 这么骄傲的人 竟然愿意听他的 我真的觉得这一切都是 上帝的作为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正在为你的家人 祷告的 不要灰心 我的家人陆陆续续 我的大哥 我的这个 大 这个大 二哥 我的大姐都信主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只要 不灰心的祷告 神一定会成就 今年也是我们教会 丰收的一年 我们今年教会的目标 就是要带领家人得救 感谢主 我们有很多 很美好的见证 我们有一个姐妹 她的丈夫 一直都不信主 我们这个姐妹 她已经信耶稣 信了十多年 她的丈夫呢 一直不信主 不但不信主 非常排斥 我们的信仰 我们这个姐妹 她完全无法 跟她传福音 那么后来 我们这个姐妹呢 我们有一天 我们就邀请她 成为我们教会 社区服务中心的干事 那么我邀请她 成为这个干事的时候 我就说 那总应该去认识一下 她的丈夫啊 你知道我们这个姐妹 特别叮咛我 你邀请她吃饭 可以 跟她聊天 可以 千万不可以 跟她讲耶稣 我就趁这个机会 跟她传福音 她说不可以 我的丈夫非常排斥 她会跟你翻脸 所以那一次 我请她吃饭 也不敢跟她讲耶稣了 但是你知道吗 上帝就很奇妙 我们这个姐妹 是一个祷告的人 祷告祷告 有时候要祷告很久 祷告了十几年 感谢主 今年初神迹发生了 就是这一个 她的丈夫呢 她是在大陆工作 她是一个大陆很大的 这个台湾的 企业的厂长 结果她在大陆 因为工作的压力太大 得了恐慌症 她是一个很聪明 很自以为是的人 结果得了恐慌症 那么就 这个常常就是身体 非常不舒服 甚至很想自杀 所以她有一天 把遗书都写好了 就打电话给我们 教会这个姐妹 跟她讲说 我大概不久人世了 我们这个姐妹就 很着急 然后就跟她讲说 我为你祷告好不好 感谢主 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 所以她这个丈夫 那个时候心很软 就我们那个姐妹 就为她祷告 在电话里面 为她祷告了两个钟头 感谢主 她泪流满面 整个身体 得到很大的释放 她现在信耶稣了 而且非常认真追求 没有多久就把 整个新约圣经读完 所以弟兄姊妹 我真的觉得上帝 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情 很伟大的事情 我们这个姐妹的丈夫 这么刚硬 她有时候看到 姐妹在谢范祷告的时候 她就跟她讲说 你不应该感谢耶稣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这么刚硬的一个人 但是当上帝工作的时候 在她没有难成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这些经文 教导我们一个功课 就是祷告要恒切 我们在为什么 适应祷告 在为你的家人得救祷告吗 只要我们不灰心 有一天 上帝必要做成祂的工作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愿神赐福我们 每一位弟兄姊妹 来吧 让我们 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祂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一条心 踏着道路 因为学会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处 耶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